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嫂 不是那样的 我门月那个意思 我知道 后来我就知道了 因为你的心里有个闻月 我和闻月是一生的承诺 我们的心里只需有对方一个人 哪怕有再好的人出现 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相互的承诺 所以才越发觉得 你是一个善良 有情有义的人 君山 我对当初的一见钟情 没有后悔 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我真的为闻月感到高兴 能有心跟你成为一家人 在一个屋檐下 能够彼此关怀 我真的好高兴 想通了这一点 我就坦然多了 刀嫂 其实我有很多缺点 我真的很感激你能不以我计较 才避免了我们两个之间 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仇恨和遗憾 可惜天雄就不知道这一点 他一直把自己进到痛苦的漩涡里 我总觉得给他使不上力 一个人想被爱 就要有他值得被爱的地方 他用路云来伤害了 却也重重地伤害了他自己 更深深地损害了我们之前的关系 他的每一句话 都把人向刀口上推 一次又一次 九伤未遇 又天心狠 我还以为心灰念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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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大嫂 大嫂 这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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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大嫂 狗男女 大哥 大哥 你千万别误会 你什么时候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我 我 这一次被我当场撞破你们的奸情 你还叫我别误会 你们 不知廉耻 令人作敖 大哥 你们两个 究竟是怎么回事 姨娘 玉皇 又成廷宣 今首宋德 行为不敢跃居 又怎么会和君山 不明不白呢 为了这段婚 我和天宿 风风雨雨 几经波折 我早已经心里焦脆 死心绝望了 要不是听了文玉的建议 怀着父亲能复合的心情 我 我要去告诉天宿 我怀有身孕了 我干嘛去受他折腾侮辱 天宿 天宿没有因为即将为人 从而感到欣欣 他 他怀疑 怀疑孩子的血脉 我不敢受辱冲出家门 他 他怀疑 怀疑 我冲出家 他怀疑孩子的血脉 我冲出家 我冲出家 就算了 他还要 想起来 我冲出家 他冲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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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冲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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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冲出家 我冲出家 你冲出家 你冲出家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你脱了衣服给月华之后 难道不懂得应该避嫌 反而还跟她搂搂抱抱的 没有 天兄 君山的确是要在屋外避嫌的 她说等我把衣服烤干了 我们两个就回家 可是天冷 夜里失情有种 我听到她在外面打喷嚏 是我让她进屋烤火的 可是天兄又说 你们两个搂搂抱抱的 没有姨娘 是我害喜 君山以为 以为我生病了 她过来派我 是天兄误会了 所有这一切 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但是在我看来 你身上穿着君山的衣服 就是你们两个在私下优惠 被我撞破了奸情 却还强作解释 我再也无法忍受 以后 你信你的赵 跟我陈天兄再没有关系 天兄 我看十有八九是你误会了 你不要这么冲动啊 又是我误会 又是我冲动 我不会再冲动 也不会再做傻子 你更不用多说了 大哥 你不能不分青红造白 就给大嫂一张修书 修书 天兄 事情还没弄明白 你就写修书 你把婚姻当儿戏啊 你就算不顾自己的颜面 也要顾下陈家的名声啊 我就是顾着陈家的名声 才不得不休妻的 姨娘 我拿你的儿子 没有更多的办法 但是我总有权利 处理我偷人的妻子吧 陈天兄 你要我走 可以 但是 你不能要我背上 这有所明结的罪名 你不能这样随便污蔑人 更何况现在大嫂有喜了 你现在把她给休了 来接下来孩子怎么办 你怎么向爹交代 孩子是你的 我是给你们机会 让你们一家三口团圆 这不好吗 你们还想我怎么样 啊 至于我爹 当他知道 他儿媳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陈家血脉的时候 你说 他会怎么想 啊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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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ю 感谢观看 我希望 这是你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你好自为之 春儿 我们走 玉华 天兄 你敢走这么好的妻子 你会后悔的 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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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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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上哪儿去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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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朱花 你不要李天雄 你和我搬到采源去住 等老李回来 天雄就不敢无法无天了 大嫂 我对不起你 都 都受害了你 为什么每回我想帮你 可最后 总是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这不怪你 一切只怪我的名 明华 要不你先到我们家去 我们再慢慢想办法 谢谢你们的好心 我就要成为母亲了 我要学会坚强 更不能再依靠任何人 你们放心 为了孩子 我要好好活下去 我陪你们去 君神 我们一起帮他们找房子 我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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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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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来吗 姨娘 过来 坐下 厨房的东西钱都买齐了 放这吧 不过还差一袋米 再去买点菜 今天晚上就能开火 姨娘 谢谢你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要不是姨娘当初 姨娘 你对玉华的好 玉华点滴在心头 王后什么当初过去的话 就不要再提了 玉华 你真是心地善良 上天绝不会亏待你的 天雄总有一天会回忆转意的 是啊 姨娘 你不说一会儿要开火吗 我们到市场去买些菜 一会儿让你们好好尝尝我的手艺 好啊 那我把家里整理好 等你们回来 傻严 傻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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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LY 你 你 这 我并不是要说 君山或者姨娘有什么问题 打从一开始 这个婚姻就疑点重重 首先 玉华把金差交给君山 按道理来说 君山为了文月 应该把金差退回去 但是她没有 其次就是 她叫姨娘把金差交给我 真是不可思议 姨娘过去是很宠王 君山的为人那么正直 她为什么要跟着她娘 一起来瞒我呢 这不奇怪吗 少爷的意思是 以我大胆的推测 这里面肯定有一个 很大的阴谋 目的 是 是 就是为了陈家的财产 别忘了 当时姨娘 还没有嫁给我爹 是 是 是少奶奶嫁过来以后 少爷才凑合老爷和夫人呢 没错 所以我认为君山 是效仿旅不为 把喜欢自己的女人拿来利用 这 这 你说巧不巧 玉华跟赵姬一样 也怀孕了 还好我不是子楚 我没有那么好骗 她的把戏 一下就被我拆穿了 你 等我 少爷 少爷 是 是不是你细文听多了 才坚强复会的 给套进来了 不多陈家财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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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父母把话说得那么重 我到底说得对不对 我会不会真的冤枉玉华了 所有的事情都一团造 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变成这样 玉华 你看这个 真好看 真好看 小姐你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这个也很好看呢 真漂亮 你看 这个也好看 是啊 来 玉华 你说这个好不好看 这个也好看 你看这个 多久 不曾见她这么开心的小孩 好啊好啊 走 玉华 去那边看看 好啊 走 走 好啊 走 走 这儿 是 她 看这个 真好玩啊 是啊 谢谢 谢谢 哎 谢谢 哎 这个多少钱啊 两文 两文啊 哎呀 文玥 你都多大人了 还买这个玩啊 不是买给我的 是买给她的 哎呀 文玥 哎呀 拜托 她还没有出生呢 你就急着买玩去啊 我急着当干娘行不行啊 哎呀 真是的 那我买了 老板 哎 给你两文钱 来 谢谢啊 谢谢啊 慢走 慢走 走吧 走了 走了 哈哈哈哈 你看啊 这么好玩啊 哈哈哈哈 等孩子一出生啊 你就要把这个拿给他 告诉他这一是我买给他的 你啊 谁那么迫不及待啊 那当然了 哈哈哈哈 来 玉华 快坐下 累了吧 我不累 你也坐吧 嗯 你们先坐 我把菜拿去厨房给姨娘 好啊 喂 你喜欢吗 挺好玩的 原来 她住在这里 好 跟你玩吧 喝点茶吧 哟 茶凉了 我去吃一壶热的来吧 哦 哎 小姐 我来 好吧 小姐 小姐 怎么了 啊 我看她过夜了 哎 在哪里啊 少爷在哪啊 她 她看到我就跑了 你是不是看错了 她怎么会来这儿呢 不可能啊 我怎么会看错呢 玉华 说不定真的是她 她后悔了吧 她赶我出来的时候 把我说得多么罪不可赦 她可不像会后悔的样子 玉华 尽管电视迹 丝 prospect 这啰一緒 现在 我再待一会儿 福伯 你先回来 福伯 没关系的 你先回去吧 我跟还原书会锁门的 是啊 我跟君山会小心门户的 福管的你放心 你先回去吧 没关系 我可以等 那算了吧 我明天再做吧 君山 你 你以为你先走了 我跟君山会偷仇装你的东西吗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很过分呢 我是无所谓 君山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 你竟然把他当贼一样防着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又能保证是绝对可靠的呢 君山在仇装这么多年来 可曾透过一针一线 他是没拿过仇装的一针一线 可是仇装的一大笔钱不见了 那笔钱真的是孙义抢的 你还不相信他是清白的吗 等我查出证据 我看你怎么说 人费 他要翻身 他也没有说 人费 我会到你那边 有个人 哪家居装 我照顾 不能说 你弄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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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看 这样够吗 再切点吧 嗯 玉华 你看是这样吗 我撒了一些花生末在上面 你看 小姐 这样够了吧 够了 来把这个铺上去 真的您看轻一里 我说我这一样的卡组 这个是什么叫做的吗 有点子也是一个小花生锏 也对我接光是这样一样的 这张是什么装子 蛇可不可以那样的 我看起来 是 是啊 像是在外面买回来的买 姨娘 这真是小姐做的 刚刚才出炉的呢 傻春儿 姨娘 这是在夸一华呢 可不是吗 真是太好吃了 比外面买的还好吃呢 又绵又细 甜而不腻 你在哪学会的 我在客栈的时候学的 然后按照自己的口味 做了一些调整 姨娘 我的那本糕点书 你带来了吗 带来了 难不成 你想学洋人做糕点 怎么走着走着 又走到这里了 我这是怎么了 不行 我不能这样 童华 这里面都是杨文 谁看得懂啊 除了少爷留过杨 可是姑爷 怎么会来帮小姐 看着杨文呢 没关系的 反正只是参考 每天我照自己的方法试一试 等做好了 您一定要过来尝一尝 那当然了 每天都有好吃的 我一定会来 好了 我该走了 姨娘 我送送你 好 玉华 我回去了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知道了 姨娘 谢谢你来看我 如果你没空 不用每天都来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那我走了 姨娘再见 进去吧 原来少爷是来看他的 我这么真心真意地爱他 想不到在他心中 我还比不过这个 红杏出墙的女 把网给我 少爷呢 已经去醒了 如云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从今晚开始 我坐这吃饭 这是主人桌 你凭什么坐这 凭什么 你们还不清楚吗 我想这件事情 以后不用再问我了 这是少奶奶的位子 你不能坐 你要吃 跟我到厨房去 你怎么这么讨人厌 我今天就是要坐这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闹够了没有 你别对我吼 咱们两个都是下人身份出身 你只不过运气好点 先被老爷看上而已 少在我面前装出一副 夫人的姿态 等过阵子 少爷娶了我 我可就是少奶奶了 我才不怕你呢 少爷 谁叫你坐这里的 少爷 跟我滚出去 快滚 我还不怕你 人都被她嗅了 她还忘不了人家 枉费我对她那么好 只要赵玉华还在此地一天 我在陈家就永远没有地 来 多吃点 你来干什么 从陈家少奶奶到被人扫地出门的气腹 你就吃这点菜 来 拿去 买点好吃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直接请问我们家小姐是吧 我是好心 一个堂堂的金金小姐落到这不田地谁不心酸 不过你自己不守负道也是咎由自取 请你说话尊重点 春儿 送客 把你的春钱拿走 走啊 走 你要真有骨气 就别连在这不走 吓我话了 我们爱住哪就住哪 你管得着吗你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赵小姐 我今天来是希望你能离开卢州 什么理由 反正少爷也不要你了 你就干脆离得远一点 省得大家街头巷尾的碰见会难看啊 是这样吗 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 你别再等少爷了 少爷现在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他也不会再来找你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问我 我就是感觉了 在你自己的你 我记得 Surprise 你我一定会想想的 那就是我们人能离开卢州 这里的6个人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芸 少奶奶已经被逼到这么一个小角落了 她已经对你无害了 你就放过她吧 哦 我知道了 原来她情愿吃苦也不肯离开这儿 都是因为舍不得你呀 你最好嘴巴翻干净点 你敢做还怕人说呀 温月 我还真是替你可怜呀 你心爱的人当着你的面能脚踏两条船 你还能替他掌舵 你也真是本得可以呀 你说什么 温月 跟这种人放不着生气 是啊 君山说得是 不要理他 来 跟我进屋去吧 别理他 我们进去吧 一搭一上戏演得真好 你们两个真不愧是金夫淫 你说什么 金夫淫妇 你敢打我 我要你马上向少奶奶道歉 你做梦 你们两个就是金夫淫妇 败坏陈渣家加上的金夫淫妇 金夫淫妇 滚 君山 你算了 她又想出什么来 快打我你 快打我你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得好 春儿 君山 真看不出来 你平常那么冷静 今天啊 这么英勇 她怎么骂我都没关系 但是她侮辱你跟大嫂 这我就忍不了了 轻者自轻 随她怎么说吧 只要我们自己过得心安理得就好 来 温月 跟我进屋吧 你 你又干嘛 少爷 你看 君山他打我 脸都被打中了呢 能惹得君山动手打人 还是不容易 肯定是你自找的 你不听我主持公道吗 鸡毛蒜皮的事我懒得管 你少来烦我 我太 criter了 我打的都是为了你啊 什么为了我啊 他们腾腾优惠陪我撞见了 詞曲 李宗盛 我应该惭愧 爱你是我以为 不知错对 无怨无悔 无路可退 我情愿 看着你远走高飞 不想让爱成为负累 看你笑得明媚 我能体会 无怨无悔 无惧伤悲 我不能决定你成为谁 是不是我应该惭愧 爱你是我以为 不知错对 无怨无悔 无路可退 风雨化作我的泪 共你孤单与心碎 无畏的小贼 那是我最骄傲的美 风雨挥散我的泪 陪你慢慢的品味 哭着笑的滋味 那边是生命中的美 服用爱 作词你 感谢观看